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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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琼布拉市长说 这是当地有史以来 受灾规模最大的一次灾难 即需要国际援助 除了不穷不拉之外 林静首都都周边三个省份也都受到大雨影响 峰纷纷传出灾情 非比寻常 每年10月到隔年4月 是普隆地的雨季 但这次雨势太猛 加上许多不穷不拉的村落 都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下 都是让灾情加剧的原因之一 在普隆地红十字会设立的帐篷里 小朋友嚎啕大哭 在水患中失去妻子的父亲 身兼母职 背着看完病的孩子准备离开 提到另一半忍不住背从中来 我们在家里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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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ain't true 普隆地的面积 是台湾的七成 人口是台湾的一半 曾经被德国 还有比利时统治 1962年独立之后 却爆发了种族冲突 由于占了国内人口 一成多的少数民族 图西人长期统治 埋下国家不稳定恶因 加上1993年 首位多数民族 胡图人总统恩达达爷 遭到图西人暗杀 引发长达12年的内战 估计有30万人丧命 一直到以南非为主的 国际势力介入 终于停火 如今虽然战争不在 但是却因为长期纷争 基础建设落后 常年饥荒加上贪污 和艾滋病流行 普隆地成为非洲 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普隆地的大雨 预计会持续到4月 这样下去一定会使 水患灾情恶化 国际社会应该要赶快 协助救灾 否则生命财产的损失 将会难以估计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把焦点 转移到南欧的意大利 来看看意大利的政府改组 意大利现任总理雷塔 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被同党人伦齐逼宫下台 旅游就是雷塔的经济改革政策失灵 不能够拯救下滑的意大利经济 而即将接任的新总理伦齐 今年不到40岁 目前是佛罗伦斯市长 去年12月刚经过一番党内政变 夺取了民主党党主席的位置 成为意大利中间偏左联盟的新领导人 他主张要以更有效的方式 来提振意大利的经济 但是能不能成功还是充满了变数 首先 轮起以接棒的方式 直接从雷塔的手中 接过总理的位置 并非经过大选 由人民亲自选举产生 因此严重缺乏选民基础 其实 轮起所面临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会 他在中间偏左联盟的地位尚未稳固 因此在众议院的操盘是相当辛苦 而在参议院拥有多数的中间偏右联盟 也就是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为首的政党联盟 这公开表示不支持轮起 因此 轮起能不能顺利组阁 以及组阁之后 未来的政策能不能顺利在国会过关 都充满了未知数 由此可见 意大利的政治局势 将会再度陷入混乱的局面 我们在这边的比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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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边有一个明显的选择 那是那些的选择 要马上进行到这些政策 是一步的选择 从另一边有的想法 有的想法 在这些政策 在这个政策 的政策 面对来自于同党同志的逼宫 意大利总理雷塔 2月12号现身国会 手上厚厚一叠经济改革计划 准备为自己的政治生涯 做最后一搏 同属民主党的轮期 自从12月当选党魁以来 针对雷塔内阁 无法推动大型改革改善经济 导致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失业率达到40年新高 经济规模较7年前缩水9% 因而发动党内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 在全球媒体高度关注下 中间偏左派的民主党 提前一周召开大会 领导阶层表决 已压倒性多数 通过紧急该组政府 面对来自于党内的压力 上任短短10个月的雷塔 发表声明 宣布2月14号 向意大利总统纳布里塔诺 辞去总理职位 以为总统纳布里塔诺 今天是担任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担任国家 以外出国家 意大利媒体指出 雷塔曾经提议延览伦奇 入阁担任财政部部长 但是显然无法满足刚当上 民主党主席伦奇的野心 39岁的伦奇 目前担任佛罗伦斯市的市长 被视为民主党内一颗耀眼的新星 没有国会选民基础的伦奇 希望总统可以利用替补 而非重新选举的方式 提名他担任总理 直接问鼎大位 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 伦奇改革意愿虽然比较高 但是缺乏选民授权 意味着他必须接下分裂的国会 与中间和中间偏右派系 共组联合内阁 就连伦奇自己也坦言 危机重重 欧债危机之后 意大利的政治翘翘板 也随着经济情势摆荡 从2013年以来 意大利总统所任命的两任总理 从经济学家蒙蒂到雷塔 都属于学院出身的技术官僚 意大利国会任期从2013年开始 一直到2018年结束 但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内阁总理却出现可能连三换的状况 2013年意大利选后僵局 曾经引发市场动荡 这次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总理的请辞风波 已经造成意大利十年公债应声下跌 后续对于金融市场是否有影响 目前还在观察 其实意大利总理做不到一年的大有人在 因此雷塔也不用太伤心 而频繁的内阁改组 也成为意大利政治的一大特色 不过有趣的是 意大利政府常常换来换去 政策的一贯性是个大问题 但是意大利的国家发展 好像也不错 它可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有兴趣的观众不妨可以探讨看看 好接着我们要把 我们要离开意大利 来谈谈日本3D列印技术的最新发展 最近一两年来 全球3D列印技术蓬勃发展 各种神乎奇迹的3D列印技术 如雨后春春让人惊奇 美国太空总署 要把3D列印技术搬上太空 来补充太空人所需的生活物品 而现在日本也推出了一种 最新的3D列印机器 这可是由雅虎公司大学研究团队 和视障学校共同合作的结晶 这款3D列印机 结合了声控以及网路搜寻技术 使用者只要对着机器 说出想要的物品 少着15分钟多着1小时 就可以列印出来 这听起来就好像是 Doraemon的神奇宝贝袋一样 而更特别的是 这款3D列印机 还能够帮助视障的小朋友 用触感来认识 这个多彩多姿的社会 真是神奇 小女孩对着机器 轻轻说出一个愿望 梦寐以求的雪花赫然出现 紫细摸慢慢体验 原来雪花是这个样子 现代科技发达 3D列印技术神乎奇迹 不管是重建古文物模型 列印机器手臂 美国太空总署 甚至还想把3D列印 搬上太空 帮太空人补充生活用品 不过在科幻小说 变成真实之前 日本的视障小朋友 现在就可以先享受 这神奇功效 用双手来看见全世界 日本雅虎公司 与主播大学附设的 视障学校合作 开发出一种新款3D列印机 大到富士山 小到小蚂蚁 只要想得到叫得出名字 这台列印机 都不会让人失望 指导老师说 对于视障小朋友而言 因为看不到 很多东西只能凭空想象 太大的 太小的 太危险的 过去根本没办法接触到 如今有了这款神奇列印机 就都不是问题 这款结合声控 网络搜寻 与3D列印机 只要说出物体名称 就能自动上网搜寻数据 并且开始制作立体数字模型 小模型15分钟完成 大模型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目前资料库里 大约有10万种物品 在中文学校里 设计 在中文学校里 设计 日本雅虎公司表示 开发出这款新机器的目的 在于把网络搜寻 从可看 可听 延伸到 可触摸 每个有需要的学校 可以借出 一个月的时间 目前这款机器 并不考虑销售 也不打算商业化生产 全球3D列印风潮 在美国带动下 蓬勃发展 根据日本 三井物产 战略研究所报告 欧巴马政府 砸下6千万美元 超过18亿台币 研发3D列印技术 受到美国刺激 日本也急起直追 2014年 经济产业省 也提出45亿日元 约13亿台币 来研发新机种 与支援厂商 大家争相投入 这项革新领域 全面提高 制造业竞争力 最后 我们来谈谈 英国的浪漫市场 济词 今天是情人节 情人都要向心爱的人 述说心取 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引用几句 浪漫诗人的文句 那一定会让另一半 特别感动 在这里 我们要介绍一位 英国18世纪的浪漫诗人 济词给各位 济词从16岁开始 就投身创作 他对文学 情有独钟 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最后 他还把医生的工作放掉 努力专注于文学创作 众多的作品中 以诗集最受欢迎 而他本人 和芬妮布朗的爱情故事 则成为璀璨之心 等作品的灵感来源 他的才华和感情 让人赞叹不已 现在 现在济词亲手 写下的书信和诗词 都在伦敦的济词古剧中展出 让世人能够亲眼见证 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电影《璀璨情诗》 改变英国传奇诗人约翰·济词 与情人芬妮布朗 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当时23岁的济词 对文学怀抱满腔热血 甘愿放弃一生置业 投身创作 只可惜怀才不遇 穷困潦倒 借宿在伦敦友人家中 就这样邂逅了 美丽邻居芬妮布朗 芬妮布朗是祭祠的谬思女神 而住在伦敦的这段期间 这间寓所里里外外都成为灵感全员 祭祠曾在花园中看见夜阴竹巢 感念人生苦短 写出音律优美的夜阴颂 能与爱人避临而居 何尝幸福 祭祠时常透过窗户 望着芬妮布朗的倩影 就这样亲笔写下一封封动人的情书 这纸流石智诚的订婚界见证了他们眷勇的爱情 只可惜芬妮布朗却无缘戴上 祭祠在25岁那年 战上了肺结和英年早逝 这段美丽恋曲最终无法画下完美句点 祭祠和拜伦以及学来齐名 4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派的代表诗人 从19岁起开始写诗 不到六年的光景 却创作出流传千古的美文 现在由这位浪漫诗人一笔一画 亲手勾勒出的动人诗篇和书信 正在伦敦的这间祭祠故居展出 希望民众能亲眼亲耳见证 星空下的璀璨情诗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脈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再见 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